亮仔 想要嗅到对手头皮发麻 必须锻炼发力的动作 大臂不动 只动小臂 是最初级的发力方式 力量仅仅只达到了一层 回钢时让大臂下降 出钢时将大臂上提 带动小臂进行发力 能将力量再提高一层 在这个基础上 当小臂向前快接近垂直状态时 让手肘继续向前顶一段距离 可以将力量再提升一层 在向后回钢时 将手指适当打开 随着球钢不断向前 手指不断收回 带着球钢往前送 这样就可以再提升一层 如果你回钢时 可以把手腕的角度 配合手指一起向后翻转 出钢时 在小臂带着手腕走一段后 再开始翻转手腕向前 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五层力量 这种发力动作 会让你的出钢力量变得非常饱满 了解了发力动作 接下来你需要在白球旁边 先进行空肝训练 训练初期 一定要注意肝头瞄在什么高度 出钢时 就一定要再从这个高度经过 钢头下压或者抬高 都会造成肌球点不够精准 等动作熟练度上来以后 再开始增加出钢的速度 接着你需要针对性的训练 低钢点位与高钢点位 在训练钢法的初期 尽量降低进球难度 专注于出钢动作的标准 出钢有了力量以后 再慢慢的增加进球的难度 从中等距离到中长距离 如果这个距离也难不倒你的话 就可以逐渐增加角度进行训练了 经过大量的动作练习 不知不觉中 你已经是一个准度和钢法兼备的业余高手了 快去给你的对手上一课 受到他头皮发麻吧 关注我 带你学习更多台球技巧 下课